大家好,我是二鸭 鱼呀,有年年有鱼的寓意 趁着期间,大家家里都会来做一道鱼吃 那今天要来教你们做一道清蒸鲁鱼 做起来呢,非常的简单 而且还能让蒸出来的鱼没有任何的腥味 非常的好吃 首先,咱们把准备好的鲁鱼背部这样切条 切得均匀一点 扭成孔雀开平的形状 接着在炉鱼缝中放姜片和葱片 淋上料酒 然后把鱼盘放在蒸锅中 盖盖,开大火,蒸上三分钟 这时候要注意,咱们要先把蒸出来的汤汁倒掉 这样就可以减少鱼的腥味了 接着再淋上蒸鱼豉油 开大火,蒸上五分钟 最后撒上葱丝 再淋上热油 看,这香味全被激发出来了 营养,刺少,而且做法非常简单的清蒸鱼鱼 最适合过年一家大小来吃了 另外呢,二亚家告诉大家一个生活小常识 清蒸鱼啊,除了鲁鱼 还可以用草鱼,武昌鱼,罗飞鱼等 这些鱼的肉质呀 也是